BT版里面有一个火龙小鬼僵尸 它的实力算不上很厉害 连一个铁筒僵尸都打不过 但是我们把这个火龙小鬼加强一下 把它的攻击距离变成9999 这样它直接就变成喷火龙 现在还有僵尸能打过火龙小鬼吗 第一个 刚刚没打过的铁筒僵尸 火龙小鬼的攻击范围变成9999之后 直接就开始在原地用起来分射火焰了 成功干掉 铁闸门僵尸 火龙小鬼的攻击居然不会撑透的 我还以为它会直接攻击到门口僵尸呢 撑干掉僵尸 两三下分射火焰就给干掉了 垃圾桶僵尸 垃圾桶僵尸的防御还是高的呀 但是火龙小鬼的火焰攻击也不是吃素的 最后还是把垃圾桶僵尸的防御给打破了 成功战胜了垃圾桶僵尸 毒爆僵尸 哦 竟然一下子就把二爷的爆纸给打破了 这狂暴的二爷跑得也太快了吧 这下火龙小鬼不会打不过了吧 呃 这只差一个人距离了 最后还是打过了 五王僵尸 呵呵 召唤出来的小弟两下就被杠掉了 可惜呀 其他的位置伴舞僵尸打不到 只能炸掉了 气球僵尸 呦 火龙小鬼居然还有对空的能力呀 连在天上飞的气球僵尸都能打到 雷克其传送僵尸 胖吞僵尸 胖吞僵尸虽然恢复能力很强 但是这前面并没有植物能让他来吃 他也就回不上减量了 最后成功干掉了胖吞僵尸 闹鬼僵尸 闹鬼僵尸能免疫物理伤害和毒液伤害 但是火龙小鬼吐的可是火焰呢 这闹鬼僵尸可免疫不了了 成功干掉 活击守僵尸 活击守僵尸的移动速度也挺快的呀 哎呦 竟然也能扛这么久 不打击呀 最后也是差一点 净土僵尸 一下子就把军属僵尸的头给烧坏了 竟然这可太生气了 直接就向火龙小鬼冲过去了 然后火龙小鬼就被一枪给干掉了 周堪僵尸 大爷也是会狂暴的呀 哎 火龙小鬼居然打赢了大爷 看来还是一寸长一寸强呀 黑暗骑士僵尸 这波呀 这波是小鬼僵尸之间的内战 因为这个黑暗骑士里面的也是一个小鬼僵尸 不会还有小伙伴不知道吧 看来这个黑暗骑士小鬼 打不过这个9999的火龙小鬼了 普通骑士 杀 没有打过 火龙小鬼被普通骑士的一板凳给砸扁了 看来还是有不少僵尸 能打败9999攻击范围的火龙小鬼呀 在这边说 没有什么多人